宝宝成长手渣 第24周 宝宝视觉有了很好的发展 它能够把细节看得相当清楚 也能够分辨颜色了 但还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继续增强它的视力 宝宝可以背靠着东西做 身体会向前倾 前胸几乎可以和下肢贴上 嘴都快啃到小脚丫了 现在宝宝会发现一个游戏很有趣 就是不厌其烦的把手里的东西扔掉 东西掉到地上的过程会引起宝宝极大的兴趣 如果你捡起来再递给它 宝宝会再把它扔掉 并高兴的哥哥笑 宝宝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游戏 而更加深入的来认识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 随着宝宝的成长 它的睡眠时间逐渐减少 它每天的清醒活跃的时间大概要9个小时 它需要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本周注意事项 有条件的话可以继续坚持母乳喂养 一切围绕家庭情况出发 如果宝宝流口水过多 可以在宝宝胸前带个小微嘴 同时多背几个 只要湿了就换新的 口水会把宝宝的下巴腌红 应该使用柔软的干部或者棉柔筋 轻轻把口水擦干 不要让宝宝练习做的时间太长哦 更多有趣的孕蝉母婴科普短视频就在生了吗